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他们有一个庆典也算是有一个poster吧 有写出来各位比如说评论员啊各位嘉宾等等啊 个祝贺池50年过半百应该是一个不简单的东西 而最新一期的新生活报已经改进行了改革 内容全面升级所以各位麻烦麻烦记得去探去报馆 爆摊去买一份来看看 一个星期只有一份因为还是周刊的嘛 所以它好处的全东西浓缩成一份就够了 而在网络方面的新生活报创立于2016年 所以那个新的网站就是各位在看着的爱生活 爱lifepost 所以一样的指定动作 记得去like follow和share那个专业 好吧 在进入我们的讲题之前 照旧今天也是有三个讲题 在进入我们的讲题之前 我是有like吗 请问 应该是还好没问题 ok进入我们讲题之前 照旧咯 我们也是需要干爹了吧 所以今天我们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一次的抗桃好康给各位 所以麻烦华哥就播第一个影片吧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 我们也是一样招具 我们看新年差不多来了 应该是你看到这里 那边有红档档很多红色的 所以今天直播下单的话 你们就会有新春大优惠 所以只需要499零级 原价是2288 折扣高达78% 你可以买一送一Gipeter EZ 逐步按摩器 原价是2288 他就送你一个价值688的G-Relax EZ 变手式的背部按摩器 就算你可以携带的 你可以带出哪里都可以 新年去拜访 去祝贺 我们去人家家 走到很累 因为你需要一件一件家去的 你有那个按摩器 又可以携带的 你就不用担心了吧 所以观看的网民们 你们就马上在留言区 点击那个link 过后你可以知道更多的详情 更多的details 绝对不要错过 这个春节大优惠 一年一次 还不拉 要等几时呢 才499罢了 而高达78%的折扣 好吧 我们promote完我们金掉之后 我也不忘记 各位麻烦一下做我们的survey 我们的survey的问题就是 你会不会赞同 我去看一下准确的问题 准确的问题是 赞成西盟和国阵 在6个州选举行合作吗 赞成 不赞成 或者每一件 所以各位麻烦 用一用你们手指 动一动你们手指 去看一看 去做一下那个survey 好的 Jeffrey Bung 我尽量不要动这样多 有时讲话也不要激动一点 好了 事不宜迟 我们就进入第一个课题 第一个讲题就是 国盟还未放弃夺权 那么在谈这个讲题之前 我们当然也是照就这样 会有两个嘉宾 今天我们必须邀请吴启聪医生 吴医生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启聪 差一点忘了拿上来 奖金掉讲的太兴奋了 好吧 齐聪兄 你对国盟还没有放弃 你有什么看法呢 OK 这一句话呢 其实是由国盟的总秘书 也就是现在国盟的国会领袖 韩沙讲出来了 他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 他刚刚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 国盟到现在还没有放弃 要重新夺权 意思就是说 只要有提会给他的话呢 他随时跟你搞个起来的2.0 他已经放话了 而且呢 他讲这句话呢 他连途径 他也跟你讲到很清楚了 他说他的途径呢 他会继续拉拢整个国阵过来 跟国盟一起 只要把国阵30个烟拉过来 他就74加30就104 到时候呢 再挖多八个东马过来呢 他就可以变天了 OK 好 这个东西呢 老实说了 想来想去啦 我只能给他一个字啦 难 真的是很难 我看现在呢 安华对于稳定政权所做出的种种努力 我觉得现在国盟呢 要敲走这个安华政权 其实是非常的困难 OK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国盟呢 他说他的途径 第一个途径 就是他必须要把整个国阵拉拢过来 但是你要明白 如果国盟他想要拉拢国阵过来的话 有什么先决条件 我认为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呢 阿玛扎黑必须要倒台 就是呢 阿玛扎黑不能再领导这个国阵的武统 因为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 国阵30个议员是在阿玛扎黑的手上嘛 然后阿玛扎黑呢 是肯定是倾向安华 他不会过去国门那边的 所以国门要搞定国阵的话呢 他一定要先搞定阿玛扎黑 然后你要搞定阿玛扎黑呢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就是阿玛扎黑的官司出事情 阿玛扎黑的官司出事情的话 他的主席就必须要换人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在接下来的武统党选呢 可能呢 国门会暗地里呢 推一个人上来挑战这个阿玛扎黑 阿玛扎黑如果输掉当选的话 也是要换人了 但是我觉得 就算阿玛扎黑下台的话呢 还有一个保险 这个保险呢 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也就是武统的老二 就是那个东马 东马他现在是武统的署理主席 虽然他的存在感很低 很少人认识的 但是他再怎么样 他都是武统的老二 如果这个阿玛扎黑出现什么东瓜豆腐的话呢 按照程序呢 这个东马他老二的身份呢 会直接automatic变成代主席的 到时候呢 这个国政这30个议员呢 就在这个东马的手上 所以呢 这个东马呢 现在安化给他做这个国防部长 如果阿玛扎黑出现什么东瓜豆腐的话呢 他的副首相也100%是由这个东马顶上去的 所以我也不觉得这个国盟呢 有什么方法可以撬走阿玛扎黑跟东马这个组合 即使是阿玛扎黑没有掉了 他要撬走东马也是很困难 所以唯有第三个情况就是呢 他们必须要推另外一个人出来取代这两个 然后现在方箭也谣传 最可能的人就是希夏姆丁 凯利应该不会啦 凯利是自己要打败啦 他并不是国盟要重点推的人啦 国盟重点推的人听说还是希夏姆丁啦 so如果啦 国盟真的是暗地里推希夏姆丁出来 挑战这个阿玛扎黑赢掉的话 这样的话 他这国阵30个议员呢就会落到这个希夏姆丁的手上 但是呢 安华呢又在为这个下斗了一个保险 就是啦 你如果给你国阵30个议员拿去啦 你其实4加30也是104万了 还差8个 差8个你一定要从东马那边拿 可是呢 现在安华呢给了东马这样多东西呢 首先呢 那个内阁官职呢 他给了东马是8个政府部长 然后呢 那个现在呢 安华呢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兑现那个 MN63契约 已经陆续下放了很多权力给这个东马了 包括最近啊 有一个很洪洞的就是呢 安华他准了一个 那种5000万以下的工程呢 可以由沙巴沙瓦自己自主决定 接下来还会有更多东西 在之前呢 那个天然气的那个权力呢 也下放给沙巴 所以接下来他会给沙巴沙瓦的好处会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也不见得啦 国盟有什么本事可以撬走 安华在沙巴沙瓦那边的国会员 所以算到来啊 你国盟呢 你如果口口声声说 你要重新夺权 但是你必须要过五关斩六战 你必须要先干掉阿玛萨黑 然后你必须要推一个你可以控制的人 上来做这个五冬主席 然后呢 即使你搞定了五冬主席 你还要撬东马八个一眼过去 所以你说我刚才开头讲了一个字 难啊 我甚至觉得是不可能啊 安华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 他已经完全全吸收了这个 喜来登的这个经验啊 这个教训 他现在呢 真的是把这个 西蒙政府啊 这个团结政府的后门啊 说到紧紧的啊 我完全看不到国门有任何机会可以进来 啊好 我讲到沟头了 然后再讲他去就很长了 啊 这位到你了 可以 其实我蛮赞同其中凶手说的 第一我们就一步一步来看吧 Zahid如果被判有罪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老实说我没有读到很详细 如果根据国会议员来说 他有判罪还是黯然无恙的 因为只要你还有上诉机会 你还是可以稳稳做国会议员 可是可不可以在党里面拿党值呢 我只能说如果你肯定有罪到最后已经没有的上诉了 你不能拿什么党值 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林冠英之前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在我也忘记很多年前他被释放出来的之后 五年里面不能拿党的任何职位 这是蛮肯定的 可是如果你是被定罪 可是还有上诉机会 可以不可以稳稳坐那个位置呢 第一 或者你能不能竞选新一期呢 这个老实说我还没有详细的研究 把国会议员的身份是稳稳没有事的 可是那个问题也不会大 如果他真的被定罪的话 我相信像齐鸿雄所说的 懂吗会上去啊 所以问题不大 那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去竞选去打他呢 无论是希少木丁也好谁都好 你要去竞选那个位置就代表说 就是摆明啊 你要填那些form全部先的吧 如果你要竞选填全部form的时候 主席开除你呢 你还可以竞选吗 现在的巫头我发觉到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很会玩技术游戏 就比如说 党选一定要来的嘛 之前的去年的12月 一定要当选的嘛 ok咯我们延迟修改党章 这就没有事了 所以我相信如果有人在竞选主席 而那个人是有威胁性的话 最多翻脸哦 阿明你巫统也是列到不列嘛 对不对 所以给他列到一层也是没有分别嘛 开除他 当然会吵闹声音 就像之前2018年的时候 2022年的大选的时候 安诺穆萨克多巴哈根没有的上阵 巴斯沙拉被判断 那个Shahidan Qasim也是被没有的上阵 Shahidan Qasim还有点好财啦 进到Prikata National 这么好运就给他什么律潮 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难赢的 那个Shahidi 币柏里斯的也是赢不到 所以简单来说 巫统不会说太怕开除人 也不会说太怕失去这些的 因为要不要都好 他输都好 即使你在里面都好 还是很大机会输的 所以简单来说 我个人会相信说 不会因为党选而把 Zahid或者Dokmat拉下来 而令到整群人过去那边 所以简单来说 我看不到巫统 现在的巫统有什么理由可以过去 我看不到你一个领导层 有能力把整个巫统的30个国 那个国阵上这个拉过去 除非我们自愿 而不要忘记 现在宪法有一个很可爱的问题就是 有错吗 这样拉过去 GRX那个就会被考验了 GRX那个就会被考验了 所以我简单来说 PASS或者Prikata National国盟 说要把安华这个政权拉倒 我可以讲在短期里面不可能 最有可能的就是像 吴隆雄所说的 无同党选 可是即使无同党选的话 我觉得很难 寄出性上不容易 可是我不奇怪 因为马来西亚政治还没有说民主的 还没有说成熟的一个层面说 我认输 所以在某些点 尤其槟城人 如果还记得的话 许史跟输的那时刻 我蛮欣赏他的 输就输 我输了 因为那时候如果 大概记得2008年 尤其是槟城人 或者比较极端的州 你的父母 长辈 他们跟你说什么 我最记得的 那时候我还在大学 骂的时候 哎 不要乱出门 会乱 会怎样 会怎样 因为国阵的时候 不在每一个州 他们愿意认输 中央也不说直接去认输 好不像之前的2018年 蛮steady的 讲真 2018年老实说 那就蛮steady的认输 最简单来说 除非同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不觉得 今日 今天的马来西亚 这么容易 把一个政府 随便拉倒 可是当然了 我们也没有说很成熟 你放话 你也爽一下 就像那个 汉子 在国会里面 讲安华是gay 有什么好处 有好处 爽一下 有的发泄一下 最简单来说 我不相信那句话是会很真 因为怎样的好 技术性上面很难 可是 他可以爽一下 这一点就是 我有一点不喜欢的就是 成熟一点吧 我们正知道了 今天有了2008年 有了2018年 也有了喜来登 也有了2022年 我觉得我们可以成熟起来 赢就赢 输就输 Gentleman一点 输的话5年后再打过 好吧 这课题我就不拉长 齐同胜 你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刚才已经讲完了 就是总结一句就是 跟你讲的一样 就是这个韩沙是讲爽的 因为在技术上就是一个男子 甚至是 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老实讲 有点私心了 希望他能的话 又多一点东西读 可是我蛮可怜 小学跟中学生的之后 我的年代只是读 四个首相我了 八的第四个 我的十二字年代 要读到十个首相 很可怜那门的 好吧 我们不就就不开玩笑先 再进入第二个讲题 第二个讲题就是 中国重开国盟 这个是一个有很有趣的东西 超过开了 and也超过准备了 中国游客啊等等 你们也是 我们应该是我们也是 差不多可以进中国了 所以有什么看法呢 在讨论这个课题之前 来吧 华哥 又是你的时候了 播影片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才所看到的Gipeter EZ 逐步按摩器 原价2288 直播价只是499 还保佳一年 它有什么好处呢?全面性舒服的按摩体验 脚跟刮痧 血跃的止压按摩 脚底刮痧 脚趾刮痧 逐步止压按摩 使用的好处可以令到你轻松与舒缓紧绷的肌肉 针灸刮痧推拿手法改善排毒功能 促进血液循环 舒缓肌肉疼痛 而它是谁用呢?其实差不多每一个人吧 长期穿高跟鞋 这个就是女性哦 失眠 我相信现在的年代 包括我自己 也算是失眠的吧 不是失眠 最近也是没有得睡 工作不完 第三 长期面对精神压力的白领人士 第四 酒座导致腰酸被痛了 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看那个广告想了一下 它只是卖499 大家试一试想看 你去按摩院 你按摩脚底一次 大概多少钱? 我相信KL就有血龙地区 不要讲比较想起来的吧 血龙地区比较发展一点 比较普通一点的吧 50块好像是找不到 有久后接近50块 久后的哪一部 我古来清山都有了 接近50块 通常是45块 我们就算了 如果50块的话 12个月 当着每一个月去一次 600块 它卖499 你45块 也是45 450加90 也是500多了 这个还499不了 其实只要你是 有按摩的习惯 或者你想去按摩的话 其实这个更值得的 499不了 我相信 大家要用计算机来算的算得出吧 好吧 介绍了我们的Gintel之后 在进入第二个讲题之前 麻烦各位记得记得去投票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各位呢 至少我们这里iLife 或者听众观众 你们是想他们一起合作 或者不想他们一起合作 好了 就进入第二个课题 中国重开大门 来 重开国门 齐中兄什么看法 关于中国最近重开国门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这个肯定是白纸运动 最直接的结果 白纸运动 可能有些人没有太关注中国的新闻的话 可能不知道 我这里简单的带过了 就是大家都知道 之前中国政府那边是坚持要清零 所谓的清零就是 他们那边已经维持了好几年 就是像我们一开始MCO这样的状态 我们这边是开放了多年了 他们是一直都兼职MCO很多年 然后就在新疆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那边发生一个火灾 然后就是因为他们清零运动 那个物质被围到完 门被锁到完 结果那些人火灾出不来 被大火造死了 然后就这件事情过后 引发了中国全民的接近是暴动 类似像之前的六四运动 全部走上街头 抗议这个政府 抗议这个政府 坚持这个清零 弄到民不聊生之类的 然后中国人民 也不敢跟中国政府太过硬 也不敢说我们要推翻政府什么 他们就好像是一种无审抗议这样 他们就一人打一张白纸出来 空了没有东西了 然后这个白纸就是抗议这个政府 坚持清零的这个政策 所以就叫做白纸运动 我大概跟大家讲 然后很明显的中国本来是坚持极端的清零运动的 然后就因为了这个白纸运动弄到全国动荡了过后 这个中国政府突然间说我一次过开完我的国门 就本来从极端的锁国变到极端的冲开国门 所以现在我就借回去我们今天的话题 中国冲开国门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OK 好 讲到这里 我要讲一下 我要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清楚了 为什么中国官方 当初要坚持要清零 我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有没有政治因素我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这个病毒已经横跨第五个年头 2019 2020 2021 2023已经横跨五年了 其实大家之前一开始 大家都非常此之一彼的全民免疫 到了五年后的今天 已经是变成一个必须要接受的事实了 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 我可以把我的国家清零 哎呦啊 北朝鲜可以了 OK 即使是中国也 你要坚持清零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你13亿的人口 你这样坚持清零 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政治因素 我也没有很深入研究了 但是我之前我有想过 中国这样坚持清零的话 迟早它人民会爆发起来的 结果就来了一个白纸一栋 当然你想一下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维持一开始 慕尤丁那个MC要维持到今天的话 你不暴露啊 你不暴断啊 肯定会暴乱的嘛 很正常的嘛 中国就是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现在中国重开国门 我看到有一个现象 老实说感觉不是很束缚的 就是我不知道泽伟你有发现到吗 最近你可以看到媒体 无论是报纸也好 还是网络 尤其是网络 尤其是中国那边放出来的网络新闻 你会看到有关当局 好像有意没意的 让你们知道一些消息 就是中国遍地死实 你们应该有发现到 我看到很多新闻 就说中国某个地方 尸体来不及少 哪里全部是死人的 这些新闻啊 你会感觉到是很被刻意的放出来的 然后老实说 你说我先入围组都好 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心里面我只有个感觉就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有关当局呢 就是故意亮出来给你们看 你们当初跟我们坚持说 你要解除清零吗 要还你们自由吗 OK 你们自由的代价就是变地死实了 我看了我真的是这样感觉 因为很明显啊 那种新闻是被故意放出来的 那种变地死实的新闻 就是给你们人民知道一个东西 就是你们要求的东西 现在我给你们自由 然后你们自由的代价就是变地死实 这个东西我是看了有一点不舒服了 OK 然后呢 还有一点了 关于这个中国重开国门了 我讲一些跟马来西亚 比较有直接关系的东西了 就是现在中国重开国门啊 马来西亚内部就有一些争议 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接受 中国人过来马来西亚 尤其是国门那边啊 你会发现到他们很高调 说我们不要让中国人进来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 因为病毒的考量 还是他们纯粹是要趁这个机会了 捞取一些政治资本 就是说要表现出一副啊 我们反华人反中国人的姿态 就是做样子给马来人看啊 让人没有办法不怀疑 我实在是怀疑这一点 因为他们只针对中国了 但是我也有讲过 他们这种做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你现在你马来西亚你不是锁国了 你如果你单单针对一个中国 不要让中国人进来 但是呢 中国人依然可以自由了 去全世界国家 然后全世界的国家的病毒了 也可以重新带回来马来西亚 所以你单单针对一个中国人 一点意义都没有 这是我的看法了 从医学上的角度来说 你针对一个中国人 你阻止不了从中国来的病毒 就是这么一句决论 所以中国冲快国们 我是认同我们的首相安华讲了 他会做一些加紧的措施 但是他没有针对中国人 他是针对全世界的人 OK 这是肯定的 你不可能那些发烧的人 咳嗽的人 你都放进来马来西亚 这些措施是肯定要有的 然后关于这个中国冲开国门 我跟另外一方面 我跟你讲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真的是太过重要 我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云顶 大家很熟悉的云顶 大家都知道云顶 马来西亚的云顶 一路来都是靠中国人为神 没有中国人的人民币进来的话 云顶这几年真的是要死要死 而且还不止 我们马来西亚的旅游业 真的是大量的需要中国人的人民币 我们这几年少了中国人的人民币 我们的经济是怎样 大家可想而止 所以现在中国人可以重新来马来西亚 我是觉得是不应该阻止跟禁止的 真的我们太需要中国人的人民币了 好 这位我讲过多了 好 我就分几样东西来讲吧 第一样东西清零 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清零 它所谓的清零 包括对于香港 包括对于澳门 所以其实最辛苦那时候是香港 因为香港的疫情还是有 还没有到零 因为它所谓的清零政策 对香港或者对澳门来说是 你必须零 外来的个案 不知道应该十四天还是几天 所以那个东西是拿到清零 所以香港也是中的很惨 几年前 那为什么要清零呢 我们回来问回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吧 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不清零 为什么我们比如说一直说 很简单 经济不能生存 我们小国经济 我们不要讲美国他们 西方国家呢 他们是因为他们要自由 所以它开的原因就是 人民要自由 人民 fight for自由 所以你没有办法 像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呢 我们说人民OK吗 不要讲经济 当时经济没有影响先 OK啊 我们问题 我们自由度啊 我们要fight for自由 那没有说像西方国家那么强 而先是一个问题是经济上不能 所以我们被避开 如果经济上能的话 像是我们不开都可以的 就回去中国 因为它经济上可以 所谓的可以不是说 对它中国好处 至少它有钱去扛着它 所以它一直清零 因为它普遍的想法就是 只要你没有清零 就是你保护我自己 然后就应该 就说这么 everything OK了 到最后其实你看 也不一定会 当然了很多都漏洞 像之前MCO这样咯 我们其实是关 可是你有一些例外 像有些部长 有些大利人啊 可以出国那些啊 中国也是吗 所以其实也是come back to square one的 我们看回今天 今天我们的马来西亚的positive的case 跟之前是差不多一样啊 就是说我们开 不开还是这样 小国上我们这样 没有办法都一定要开 因为经济原因 所以中国我了解 为什么不开 第二点就是 有两个 第一个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问了说那个谣传啊 中国人要出来外国扫护那些啊 我不会觉得这个谣传会很真啊 因为我不要我不要支持齐鸿松 所说那一句 因为你困了太久 而这一次他们的示威 他们的运动 不单单只是运动 而是威胁到政权了 因为我想象不到有哪一个人 或者中国的哪一部分的人 可以挑战政权 你挑战都好 通常你发觉到 他是挑战非中央级的政府 比如说县政府啊 村政府啊 什么政府的好 他不会直接挑战中央政府 尤其习近平这个人是不能动 可是这一次他们开始 动了 简单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示威 除了只是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是迟早会连去政权的 就共产党的政权 所以他有一个很interesting 很有趣的看法 很有趣的那个就是 共产党在中国能生存多久 因为当然在目前短期里面 一定能生存的 因为只要你打压都可以了 不单单是中国的共产党 包括马来西亚 如果当时不是把拉开始开了 我们的比较自由一点的门的话 继续给马来第二次做的话 我们也是没有今天的自由啊 也没有是今天的开放 也没有今天的民主啊 所以简单来说 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给Ricky Ho 所说的今年年尾会彻底消失 我觉得看你什么定义 什么是彻底消失 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彻底消失了 就那个东西一定会有在的 比如说全部疫情 包括那些SARS也好 包括全部虽然是没有说流行的 可是还是存在的 所以没有 如果你的定义权 权子消失是零的话 我觉得不可能 可是可以做到的就是 即使你中了还是OK 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病 即使你中了 当然会有有机会有生命的危险 可是你还是有那些药物去控制着 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能做的东西 也不要限制做的东西 而马来西亚就走那一步 第二个问题 中国人应不应该给他进来国家那些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之前有讨论过 跟我朋友讨论过 你怎样讲不给他进来 我先我先assume了 我先假设了 进来的中国人 有很高机率会穿来马来西亚 我先假设了 OK 你敢不给他进来吗 因为现在这个课题 你给不给中国人进来 已经不是一个因为公共卫生的问题了 已经去了一个international relation 国际政治关系了 所以我现在等着的就是哪一个国家 敢敢说不给中国人进去 因为你要包覆的 你要背负的不是公共卫生 而是国际国际关系 所以那些大国像美国像西方国家 他们敢敢 因为他们吵架也吵不少了吗 就是不会因为阻止你 而那个战略会更升高一层 所以他们做得出 像比较小国 我目前看到的也只是几个 而那个都是民族读不出的那小国 他可以做 像马来西亚像比较普通的国家 我相信做不出那一个 你能做的就像安活手说那套 不要用中国人这个字 也不要用中国这个字 而是blanket给全世界的人 把你blanket给全世界的人 其实那个不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吗 所以其实你讲那句话有点点 不好听一点 是非赖 好听一点是官方 所以其实分别已经是不大了 国盟那边为什么会反呢 我每次讲的一个从政治科学的角度来看 反对党跟政府的责任很大的分别 你发觉得到很多在反对党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很受尊重很受欢迎的领袖 当一座政府的话 他们的rating都会跌的 几个例子 蔡英文哦 欧巴马咯 奥山苏七咯 全部是跌为什么 当你在反对党的时候很简单的 我之前一直给的例子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百块去分 三个人你要分一人五十块 你是反对党这样分 这个project的时候说我们要给一五十块 讲完了吗 当时Bproject的时候我们要给B的人五十块 C的人我们给C的人五十块 因为反对党只需要看某一个东西 去辩论去反对 所以简单的 可是当你做政府的时候 你要想的是一百块怎样分三个人 你不可能是五十叫五十叫五十的 所以这个就是反对党跟政府最大的分别 而反对党走那条路 尤其还又不是华人为主的吗 所以我不奇怪 中国会不会不爽他们呢 现实一点的 内斗都是内斗的 即使有一天国盟做政府的好 中国不会因为你之前做反对党的时候 讲那几句话跟你不做朋友的 就像我们内部政治的差 你看那些党骂来骂去骂来骂去 到最后如果需要合作 还是会需要合作的 你跟伊斯兰党这样骂得好 既然当谁在需要钱 你也是需要帮 最简单来说 有时候我个人觉得 有一些东西你必须做出来 样子也好你必须做出来 可是实际上效率并不大的 我拖远一点 给一个例子 如果你们记得朝鲜之前被赶出中国 赶出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的那个领事 他讲了什么 我们很严格 什么 我们一定要 什么 要拿你们的责任 你们自己担任后果 全部字都很用的很重的 人家说 哇 朝鲜会不会对我们马来西亚这样 我说 难道你expect他 不要紧 人家赶我们走 我们很欢迎 我们走 难道他这样讲吗 所以同样的 你不能expect反对党 也是很乖的吗 所以我相信 现在他最大的压力就是 给政府那个压力 你给中国人进来 你错 你不给他们进来 你也错 就看你怎样解那个解 解决那个截子 就看你讲弃绝 我相信现在很奇怪的就是 别讲那么多 用一些不出话的话 就是像刚才安华叔说的 全部人可以进来 可是你subject是什么什么什么 不针对中国 没有几个国家 我们就现在开始算吧 到中国人真的进来的时候 就看一看 有几个国家真的阻止 没有几个国家 做得出这一点 好吧 我就分享到这里 其中有什么补充吗 没有了 就 周伟 关于我刚才讲的那个 你可以看到有关当局 一直故意的把那些 遍地史实的新闻放出来 你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有什么看法 我没有什么注意到 可是即使会发生 我也不奇怪 可能我分享一个比较远一点的 之前 如果各位还记得 Safuri Abdullah的话 可能你们对他们的感觉不好吧 因为他都是跳来跳去 也是害到 也是阿兹敏一派的人 可是你去回我读书年代 大概十多年前 那时候的大学生对他们一个敬仰的 即使他是巫统的人 为什么 他是其中一个想废除 奥固的 奥固是叫大学和学院 华语怎么讲 奥固 大传法令 大传法令 他其实要废除了一个 可是他有讲过 他有跟他讲过 当你每一次贫贫如尽的 可以做的可以废除的 可是当你要废除的时候 就会有东西发生的 跟中国的道理一样 你没有开国门 这些东西不会出来的 当你要开国门的时候 他就释放出来 你看是你没有开的 不是我 不单单公平一点对中国了 不单单是中国 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说 马来西亚最近也是玩平静 我们就说 ok 咯 这样我们可能觉得 ok 你要做 something 要改革 something 其实你改革也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马来西亚最静 当你要做一些改革的时候就有人出来吵了 比如说现在既然但没有电影院 电影院有人吵嘛 I mean 你有懂一个事实了吗 很久没人吵了嘛 可是突然间因为某些原因 人家又可以把那个课题吵出来 因为需要到 所以每一个国家我之前 因为这个学期我教的是东南亚政治 我跟学生讲 你有没有发觉过很多国家技术性不同 operation就是说进行的方式不同 可是原则上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 就很多你读国家跟国家的comparison相比之下 很多原则性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的 只有技术上不同的了 好吧 秦中兄 回到你 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话 没有什么 我刚才也是讲完了 ok Ok 我们现在又是麻烦华哥的时候了 来 华哥又到你了 请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本来是688保佳一年 现在根本是free给你 根本是送 这个就是爱生活的框桃了 频调给爱生活听众的框桃 它适合按摩的部分 包括颈项肉酸痛 手臂的疼痛 脚底酸痛 腰部酸痛 还有其他的特点 就是还有3D震动 及及击打模式 我曾经这个刚才看video看得到了吧 按摩高达20%的覆盖力 颈项的范围 有助于放松腿部 筋绷的肌肉 还有舒缓手部筋绷肌肉 好处 多到我们拿几点来说不了 私人按摩是随时随地 这个是不是刚才所说的 那个是可以携带的嘛 所以随时随地 按摩员都会关店 都没有24小时 这个是可以24小时的 舒缓肌肉疼痛 手能 你可以手动的设计 又方便操作 能更换不同按摩头 还有轻巧方便携带 这个是最重要的容易携带 好吧 再进入下一个讲题 西蒙国阵赢六周选 之前我 可能我在给齐鸿兄之前 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吧 就刚才有几个比如说Peter Fung的 要钱不要命 这个是个很好谈的课题的 原则学上 我记得我的年代的辩论队的时候 他常常有一个课题就是 比如说一个大财团 去到很穷的国家 比如说非洲外是哪里很穷的国家 他欺压他们的人 你打工一天 他给你一个美金罢了 应该还是不应该 如果你不给我欺压的话 你连一个美金都没有你饭都没有得吃 可是我跟你讲应该的话 哎根本是欺压 一个美金做一天工 根本还惨过那个 False label 还惨过那个 根本是一个无人性的东西 所以他的问题就在于 生命对金权 是一个没有答案的 是一个哲学问题 这个辩论问题的 好吧 再进入下一个课题 下一个课题就是周选 六周选差不多了 剩几个月不了 来 齐中宋怎么看 对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六周选 基本上分成两个block 一个block就是 B盟执政的三个州 也就是槟城 雪兰德 还有一个就是 沈美兰 这三个州是由西盟执政的 然后另外一个block 三个州 就是回教党执政的三个州 就是吉达 丁家如还有吉兰丹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block都有个共同点 这六周都不是国阵执政 所以国阵是没有分的 OK 你要问我 我们首先要看的第一个点 就是今天我们的投票结果 那个东西 就是这个国阵跟这西盟 应该不应该合作 今天的投票题目是这个 我在这里 我是认为 这个六周的周选 这个国阵跟西盟 是一定合作的 只是每一个州 那个合作的formular不一样 合作是一定合作的 因为现在西盟跟国阵 根本没有必要有战火 因为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而且现在国阵 都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 他在华人区 他打不过西盟 在马来区 他又打不过国盟 所以这个时候 国阵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去担飞 所以国阵他需要一个盟友 而他唯一的盟友就只有西盟 不可能是国盟 因为他的选区跟国盟 是高度的重叠 他根本不可能去跟国盟谈合作了 他也不可能单打独斗 所以他只有可能跟西盟合作 所以我下的结论就是 这六周周旋 这个西盟跟国阵是一定合作的 而西盟也不会多拉掉这个国阵 因为可能在西盟执政那三周 可以靠华人票过关 可以靠城市买票过关 但是在回教党那三周 西盟很可能是接近是鸡蛋的那种 你总要叫武统帮忙了吧 而且我刚才说的西盟的三周 也不是想每一个州都是神达九稳 像森美兰这样 森美兰基本上是西盟跟国阵 两个五十五十的平分点下 所以你这个森美兰 你如果不叫国阵来帮忙的话 你西盟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吃下来 所以在各种各样的条件都好 这个国阵跟西盟是一定要合作 这六周周旋选跑不去了 我是觉得下一届国会选举的时候 西盟跟国阵会分开来打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太过接近了 西盟跟国阵是被逼一定要合作的 这是没有变的 但是每一个州的formula都不一样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像森美兰的 森美兰它的formula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就是西盟跟国阵五十五十 然后赢了过后 很可能这个森美兰的州务大臣会交给武统做 这是一个很可能的方案 因为如果西盟是单打独斗的话 可能会面对来自国盟的挑战跟威胁 可能打不过 西盟加国阵的话就很难讲 就应该可以稍微惊险的过关 这个森美兰 OK 雪兰儿的formula 我觉得是雪兰儿就是这个西盟的老巢 我觉得雪兰儿就不需要像森美兰这样 跟国阵五十五十 可能七三分账 就是西盟拿七审 然后国阵拿三审 我觉得是七三分账 而这个雪兰儿州务大臣是不用想 肯定还是公正党的 不可能给武统做的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槟城 槟城我觉得那个formula可能是九对一 就是西盟尤其是这个行动党是拿九的 然后国在那边可能只是拿一罢了 一城罢了 就是包办了那些马来区 因为槟城也是有很多马来区 那些马来区可能就交给这个国阵去打吧 OK 我讲完这个西盟三个州了 现在我在讲这个回教党三个州 回教党三个州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丁家罗吉兰丹还有那个击达 其实大家都知道 小孩子都知道 这个回教党是极有可能在这三个州里面 是烧到弯弯100%那种 因为你看国会选举出来的时候 这三个州的国会议席是被我们烧到弯弯的 你既然有办法把这个国会议席烧到弯弯的话 这样这个州议席其实也跑不了太远了 应该会被国盟烧到我们 所以那些都是非常纯的马来区 而且是回教党的老巢来的 这些区呢 即使你叫国阵 以一个马来人的身份去跟他们斗 国阵都是占下风的 更何况你要用西蒙的身份去跟他们斗 不可能的嘛 是不是 所以呢 可能回教党这三州呢 就formula会跟西蒙三州的formula完全不一样 就是呢 会变成由巫统去主导 巫统是主导的 然后呢 只是带着西蒙来去打几个华人比较多的区 我觉得可能他的formula是这样 所以那回教党三州呢 主要去打的是巫统 然后华人比较多的区 会放西蒙去打 但是呢 不管是西蒙打还是国阵打都好了 生存的希望其实很低罢了 不高 我是认为这个回教党三州也是给这个国盟烧到完完的 但是呢 一切都要看这五年呢 这个安化的政府做到怎样 如果安化可以用这五年的时间呢 向所有国盟的支持者 尤其是马来人 尤其是干部马来人 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国家依然是由马来人当家的做主 这个国家并没有被华人行动党占领 只要可以向所有的国盟的支持者 证明了这一件事情 而让他们相信的话呢 五年后呢 国盟的支持者 他那个盘呢 可能会崩掉了 我是在等着这件事情发生 好 周卫教你 如果是六个州一起来的话 我相信他可能就是三加三 就分开做 或者一次过六个吧 一次过六个就好戏看了 为什么呢 我想象不到六个州一起来 怎样要用不同的formular去打 因为比如说 你讲 OK 这个西蒙的三个州 你有一个formular了 可是这三个州的formular 又跟那边formular不同 我想象不到 怎样去打 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分开的话 国盟 叫西蒙跟国这边容易多 为什么 大同道理 他们本身都是一起做政府的吗 在当可以讲现在的全部州 都是当这是一起做政府吗 当需要的时候 你去那边打 我之前很久之前的专门就写 输家跟输家非常容易合作的 为什么 你没有东西来输了 那定都落 所以去到打吉兰当 邓家努 我相信吉兰也会把我买进去的 这三个州 合作咯 因为你在中央已经合作了吗 你在鹏鹏已经合作了吗 所以一起合作咯 没有问题了 去打 回来西蒙这三个州 要合作一个困难是什么 你这样去分 除非他们跟巫统合作不了容易 为什么呢 巫统打的意思是马来区 马来区又不是西蒙赢的意思 就代表说我根本赢不到 我送给你可以 没问题 可是不要忘记哦 国盟里面 国阵里面有马华哦 有国大党哦 你给不给意思 你怎么交代 因为这两个党差不多 全军覆没的嘛 你还不要给他生存机会 所以这三个州比较难去安排 那边那个州容易不老 给他打咯 给他打咯 你该打两边都没有问题的 巫统容易解释 因为西蒙给他去带领 西蒙容易解释 但是我们根本输的嘛 过你们华人也是怕的嘛 阿弥陀最多支持他的就是华人嘛 没有华人也是怕伊斯兰党嘛 现在我推巫统上去 你就可以接受到做中央政府 一定是可以接受到边 所以没有问题 可是来到这三个州 尤其是雪兰儿跟槟城 你给多 你的支持者又不爽 再来上这两个州 你的猪肉也不够分嘛 你给少 巫统这样下台 巫统也是需要下台的嘛 即使你不管马华的话 巫统需要下台嘛 所以他那个formular 有一点的难去做 所以我讲如果最有趣的 就是六个州一起打 我就看你们怎样去安排 因为是超级难安排的 alright 我就分手到这里吧 因为还没有到周旋 几个月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发生 可能我回答一个 击打进度那边有什么看法 就会不会赢啊 算了啦 伊党进度 I mean你们的expect到了嘛 所以你们才不要 你们才不要一党嘛 就像捧衡的人 你们那些捧衡的人看 成绩出来 全部都支持巫统 为什么 因为就是不要一党执政嘛 所以他进度其实给我来讲 我没有感觉的 因为进度已经是个事实了 现在只是他 official干那个东西了 就好不给来生 之前也是没有得买 你完之不要宣布啦 所以给我来讲 他不会是 他不是 他不是 不是一个课题 他是个non-issue non-issue的意思就是 根本不是一个课题了 因为已经是定了 来齐同兄 或者网民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了 问题今天应该是没有这么积极 有什么问题吗 就找看 今天很好 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我们就准时收工 有没有一两个问题呢 或者有什么一两个看法呢 我们就用那一两个看法 来结束今天的聊天 你还要公开投票结果啊 哦 还没有公开 幸亏你提醒我 谢谢你 OK 我们 回答了微丢这个问题 再来回答 投票结果 那么就收工 来 就微丢这个问题吧 很长的 齐同兄要靠你先了 这样长的问题 就是讲那个昨天啊 听说有新冠传出来 沙巴会变天吗 好像明星党那边有个动作啊 本来已经召集了记者会 可是到最后不了了之 记者会变成查会 就是本来期待会有大新闻发生 结果没有新闻发生 就是那件事情啊 他就讲那件事情啊 OK OK 我是觉得啦 我是觉得啦 现在呢 沙巴那边要变天的可能性 其实不大 你变天你的前提就是呢 你要换掉首席部长吗 那个哈基基 你要把它换掉吗 我是认为 这一个东西的可惜性不大 因为呢 现在沙巴呢 他已经是属于变结了 对谁变结 对慕尤丁那边变结 沙巴本来他那个GRS啊 是慕尤丁那边的忠实的跟随者 但是因为要执政 大家都知道 沙巴沙巴呢 他们是不认政党的 他们只认谁是执政党罢了 所以现在沙巴沙巴呢 也认定了安化跟安化绑定在一起 所以呢我说 现在这个哈基基也就是GRS的头 他已经是安化的盟友了 他已经是安化盟友了 安化是有这个义务要保住这个哈基基的 所以我个人我是认为 就算天塌下来了 安化也不会允许了 有人去动这个哈基基 所以你说这个沙飞翼 可能有可能会动摇他的位置 取而代之他的沙巴收场位置 但是到最后没有发生 我相信了 安化在后面一定有一个角色存在了 而我相信了 安化的确是有这个义务要保住这个哈基基 不让他被人换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我简单的回答就是 沙巴政局不用担心的 因为怎样都好 土团党还是外来者 你介入沙巴政局 尤其沙巴政局哈基基他们有重要的支持 你要打进是难赢的 即使比如说给你这么幸运 disqualified他们 必须进行补选都好 他们还是会赢的 就这么简单回答吧 第二个问题 Rahid可以做党主席吗 简单的回答 GS3344L 那个刚才是有东道吧 就简单回答一下 我回答 其实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 现在Rahid是非常大的可能性 会参联这个巫统主席 因为在党内根本都找不到一个可以挑战他的人 之前说Sabri Sabri已经受杀了 Sabri已经讲他不打了 然后还是一个凯利 凯利大家都知道 凯利其实就等于当初马化的汪世界独行侠了 真的是独行侠 凯利过后就没有人的 然后唯一有看头的就是Hishamuddin 因为Hishamuddin再怎么样说都是前首相的儿子 巫统创办人的孙子 他也有一定的威望 但是其实Hishamuddin你看他过去 在巫统党选的记录 他的支持率其实是受受罢了恩 真的是高不上去 他上次他竞选副主席的时候 他其实差一点输给马帝的儿子 他真的差一点输掉 如果按照旧的制度他已经是输掉了 就是因为换了新的制度 他才勉强胜满了 所以就算是Hishamuddin挑战 这个阿曼萨伊或许有点看头 但是他应该是没有悬念 还是阿曼萨伊会中选 我倒觉得阿曼萨伊 比较大可能的变数不是因为党选 而是他的官司的问题 但是官司可以打很久了 你不要忘记 Najib从他下台到他被定罪 那是四年后的事情 四年后 可以打很久了 OK 好吧 我们现在就公布我们的survey的结果 在公布survey的结果之前 我再给大家一个后康 直播下单 新春大优惠 只需要499 500块都不到 原价是2288 刚才有包过什么 有送什么 我相信大家刚才已经是听过了吧 所以非常值得 折扣高达78% 现在你要看 降高%率的折扣应该很少了吧 所以买一送一 Gpeter EZ逐步按摩器 原价2288 再送一个价值688的G-Relax EZ 辨识带 携带背部按摩器 所以观看的网民们 还等什么 马上到留言区 点击那个link 点击那个链接 而知道更多 相信绝对不要错过 这个新春大优惠 错过了 你就等到明年了 所以就谢谢Gintel 给我们的网民们 给我们的听众观众们 这么好的好康 现在就宣布 survey结果 survey结果就是 我先读问题先吧 赞成西蒙加国阵 在六个州选合作吗 赞成的就说 OK啊 我们一起合作的 59% 不赞同 21% 每一间的20% 来这个就是 整个的结果了 我相信这个结果 我们刚才是讨论过了 齐松松跟我 所以可能 华哥选到最后的问题 那么我就就在这里结束了 华言之库 华言之库是哪一个 不懂啊 不懂啊 买人的支持 在马来西亚 乡下马来人的支持 就是你必须贴切接近他们 必须给到他们他想要的东西 资源 最好的就是什么 那个什么乡下发展部 乡下下产部啊 什么马拉这些部门 全部你拿去 你才有机会接触我们 你才有机会给他后康 你才有机会得到我们支持 可是这些部门 全部都是巫统拿去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西蒙想打进那些地方 你就需要这些资源 巫统想维持那些地方 也是需要这些资源 中央做的决定就是 OK这些我不跟你争 因为我要争 我本来是输的 我要争不是说不能赢那吧 不容易 巫统给你咯 你去跟一党跟图团那边争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中央的strategies 他们的旺盛式 所以我相信在雪兰 所以刚才有说的 这三个州雪兰 而槟城跟盛美兰 有一点kick 所以就是除非用其中充所说的 不同州不同formula 那层面就可以过了 可是问题是不同州不同formula 两边都很难去交代 他不像这三个对 那三个那三个简单 那两边都是输的给你 而这三个比较难 所以牺牲物统的 牺牲那个马来人的乡下的义行 这个问题跟重要一样 你愿不愿意牺牲 其实你可以不要牺牲的 你刚打过来 因为你得到那些华人地区 得到城市地区 并城雪兰 那可以稳稳的 但圣米兰 你这两个州关系不好了 圣米兰 你又不用想说 我们这两个州不合作 圣米兰我们合作 很难 很难 在大选的时候 你很难 难道你批评一般不批评 但你批评之后 你在冰车说 Zahid根本是个不好的人 你去圣米兰 其实Zahid是不错的 我们应该支持武统 怎样 我们做不到 因为我们本身 你发觉到政治流 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给他们 之前简单不了 你亨当那个人不了 亨当过过过 之后发生什么事 像大选完了过后 才来谈妥 现在你要走的路线就是 又可以 又不可以 因为我们不习惯 像在某些国家 很多国家 比例代表之的话 他们不会 很够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迟早 你可能会合作 所以他们一个底线的 你可以批评 你可以不同意 可是不是人生攻击那种 马来西亚 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包括我们的政治人物 还是很难拿捏那一点 因为你只能去不过那个线 你很难的 所以你看那个网民 有一次很好笑的就是 林冠赢我自己的那个video 就是林冠赢我自己的那个video 就是林冠在择疑着前任政府 就国盟他们的前任政府 为什么你做这个 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 有一个网民写的很好笑 这么你不要问你旁边的人 他的旁边的是 是Isman Sabri 要这样讲的对哦 你批评国盟 其实你要批评 这Isman Sabri坐在你旁边 你不批国盟 就像他们做的没有错 你怎样拿捏那个点 最简单来说 如果他们要合作的话 唯有牺牲 传统的马来选去给巫统 没有办法的 除非你不合作了 你不合作的话 槟城不合作 雪岚不合作 圣美兰是一个package 你也不能合作 因为你很难拿捏那个点 好吧 齐宗兄就到你 这个其实我刚才已经回答了 我刚才说 雪岚而我建议的formula是7对3 就是西蒙哪7 国胜哪3 然后呢 过我要另外强调的就是 其实所谓的国胜哪3 就等于巫统哪3 其实我们大家都已经很明白个现实了 马华跟国大党是有等于没有的了 巫统也会毫不犹豫的 直接无视这两个党今后的分子 我是这样相信 不管是什么议席分配的话 也不需要再去考量这个马华跟国大党 所以我刚才说的西蒙哪7 这个国胜哪3 就是这样的设计 就是那些马来区 其实你不要忘记 虽然说西蒙从2008年开始 就已经执政雪岚而走 但是这么多年来 雪岚而走里面还是有反对党的 那最大的反对党就是武统 因为整个雪岚而走不是全部是城市 还有很多是非常干风 那种马来村的地方 那些一路来都是武统坐着走一眼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那些本来都是武统坐着走一眼的 那种是马来区那种西蒙是多一个100年 也打不进的地方 这种你就直接交给武统去打了 有什么问题 那很现实的嘛 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 我不认为会给马华跟国大党任何机会 因为马华国大党你要进选 你一定是进选城市选区 国家人选区就要给他 他也没有这个政治资本跟人家叫板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是 这个屋头自己焚掉就算了 ok 我的想法是这样 做一个dual woof 他说不用亨当 只需抬头 向聘经济 我非常同意的 我不是同意说要聘经济 我同意的就是 不单单是马来西亚 全世界都是 党跟党要如何合作 即使你炒到几江都好 你要如何合作 你必须有一个共同点 只要你找到一个共同点的话 那个合作走得到 比如说行动党跟义党怎样合作 1999年 成不成功呢 另外一回事了 1999年合作 大家要合作 怎样合作 我们不谈 我们有分期的东西 我们谈共同的东西 共同的东西 就是我们不要谈 走得到那条路 走远走短 那是另当别论 那条路是走得到的 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刚才有所说的 比例代表这个国家呢 通常他不会很弹的 这样厉害就是 因为至少 之后你可以找那个共同点 而共同点可以说服 双方两边的支持者 好吧 所以其中就给你 总结之后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 来其中 总结什么 那个投票结果啊 都可以 我总结那个投票结果 就是我是认为 这个六周周选 肯定国政跟西蒙 是一定很多的 只是我会认为 每一周的formula 都不一样 然后刚才细节 我也经常了 好的 然后结果也是跑不去了 结果我相信西蒙 还是可以换备他三个周 但是 但是孙美兰的州务大臣 可能会换人 可能会换武统 谢谢启丛兄 也谢谢各位网民听众 观众的支持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 谢谢Gintel最重要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